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说他犯了严重的错误 连他的太太都涉嫌了谋杀案 而他们夫妇过去所作所为 现在也都完全被掀了开来 好 我们今天请到了四位来宾 对于大家非常熟悉的资深媒体人 马西平 西平你好 保杰好 大家好 好 第二位是文史工作者谢泽青 保杰哥 大家晚安 好 第三位是资深媒体人黄敬平 保杰哥好 观众朋友 晚安 好 第四位是东东新闻 驻北京的特派议员杨昭 保杰好 大家观众朋友大家好 好 我们看到 昨天这个新闻撼动了全世界 本来以为说这件事情 已经告一段落了 没有想到新一波的斗争 新一波的杀戮才刚刚开始 我们看这报道 大陆用新闻快报方式 报道薄熙来严重伪计 解除中央政治局委员职务 这象征薄熙来政治生命终告结束 这还没完 中央台继续报道说 调查发现薄熙来妻子谷开来 更因为经济问题 涉嫌与薄熙来的勤务人员 联手杀害英国管家海武德 现有证据证明 尼尔伍德死于他杀 伯谷开来和张小军 伯家勤务人员 有重大作案嫌疑 至上英国管家海武德 与伯家关系匪浅 外传海武德不只是管家 甚至还与谷开来有地下情 协助伯家在海外洗钱 由于传言圣骁成上 薄熙来在三月两会的时候 还不得不替谷开来澄清 给我本人给家庭泼脏水 甚至说到我儿子在外面学习 怎么开红色法拉利 一派胡言 我感到非常气愤 一派胡言 大陆公布调查结果 无疑是宣布薄熙来政治生命结束 不但十八大政治局常委没份 下辈子还恐怕将在牢里度过 但更凸显的是 这一次中共政治斗争 改革派以战胜保守的左派力量 中文新闻杨昭 杨毅平综合报道 好 习平 这真的一场惊心动魄的大纵征 之前看到说薄熙来是什么 因为你贪腐的问题 现在没有想到不只是贪腐 还有谋杀 甚至还有他个人私生活上的问题 大陆最火红的连续剧 叫步步惊心 哇 薄熙来这一场戏 真的是步步惊心 中共建政六十多年来 从来没见过 这样子步步惊心 第一个 在这个中央电视台 昨天晚上十一点 注意哦 十一点零八分 你看 十一点零八分 中央电视台宣布了 新华社的稿子 它是练新华稿子 对于薄熙来同志 严重危机问题 立案调查 这十一点零八分 马上接着 11点三三分 注意哦 薄熙来同志涉嫌严重危机 中央决定 一级什么什么条例 有关规定 注意 停止其担任 中央政治局委员 中央委员职务 这就是 你的政治生命 从政治上 完全没有 八十八个字 十个标点符号 就宣布了薄熙来死刑 中共建政六多年来 保洁 你知道有几个人 被停止担任 中央政治局委员 跟中央委员吗 这我知道三个 三个人 对不对 他是第三个 他这是十八大前 十六大前 陈希同 十七大前 陈良宇 十八大前 薄熙来 然后 再过了五秒钟之后 在十一点 三十八分 啪 出来了 更惊人的 注意哦 三三分次宣判了 薄熙来政治死刑 三十八分 居然更大的出来了 居然说 一个有证据显示 这个 李尔伍德是什么人 是个英国人 甚至有人认为 他是英国的间谍 死于他杀 更可怕的是 谁杀的 薄谷开来 就是他薄熙来太太 张小军 就是薄熙来贴身的侍卫 有重大作案嫌疑 薄谷开来 张小军涉嫌故意杀人犯罪 已经移送司法机关 意思说 薄熙来太太 跟他的身边的亲信心腹 已经被抓起来 已经抓起来 因为杀人犯 杀人呢 这多可怕 陈希同跟陈良宇 注意哦 只是本身的贪污案 还没有杀人犯 哇 这是薄熙来政治上死刑 亲人全部被赶尽杀 就是不是只有他自己一个人 他的太太也射进去了 对 而且这一次 中共的做法 老实说 你是没有见过的 发布之前 他们已经足迹宣导了 你知道 其实外面已经知道了 怎么知道就是 他已经高干 在告诉一般公务人员 大学都被叫起来 从有党籍的 告诉无党籍的 一般的人 在告诉公务人员 其各界已经有文件下去 全部都已经先告诉他们 有心理准变了 免得出乱子 已经有心理准变了 这个是第几次了 第几次 第二次 1971年林彪坠机的时候 先不封锁 先没有说林彪 也是这样 先足迹宣布 先由高级啪下去 告诉他林彪坠机 林彪坠机 让大家有心里面见识之后 一宣布出来才不会动 第一个 这第二次 林彪坠机以来 六十多年 第二次 第二个 更觉得是 他在宣布之前 把全重要媒体的总编辑 全部找来 找来怎么样 不准报道谣言跟妄议 妄议这两个太严重了 不要随便来说话 不要乱说说话 所以我今天在这边 不知道会不会被视为妄议 就是不能随便乱说话 今天呢 好 海伍德 他是一个什么人 他在任职的公司 是英国军情六处的人 开的 也就是他公司的老板 曾经担任英国军情六处的处长 所以大家就认为 海伍德是英国间谍 好 海伍德跟薄熙来妻子 谷开来 交情非常非常好 去年11月 他在旅馆里面 突然间死了 死了之后 你知道是怎么死的 居然说喝酒过量 低酒不沾的人 怎么会酒精中毒 好了 后续来了 王立军跑去告诉薄熙来 我看过尸体 验过了 中毒死 不现在说 怎么会中毒死的 他跟你太太 有严重的纠纷 哪方面纠纷 一个 经济往来 很密切 现在起了冲突了 第二个 现在没办法查证 这是谣言 我现在讲 这是传流传 两个人有私情 私情破灭 好 结果呢 就由张晓军 现在怀疑 他受到谷开来教授 然后把海武德给干掉了 这不得了 这在大陆 是案外案 越发展越严重了 那现在又扯出一个案外案 就是当年薄熙来在大连当市长的时候 当年薄熙来在大连当市长的时候 听说了 他用谷开来的律师事务所 弄了每年弄上千万的人民币 那薄熙来那时候看上了大连电视台 太阳语的主持人 叫做张伟杰 张伟杰有外号 叫做美丽的主持人 就他看上了张伟杰 结果两个人 听说有往来 就谷开来只讲了一句话 怎么样 让他一夜消失 让他一夜消失 就他真的一夜消失吗 他真的不但一夜消失 现在没有人知道他是哪里 天啊 人家找不到张伟杰 一个美女的电视主持人 统统找不到了 所以这些东西 看全部旧案老案 全部一个翻起来 一个翻起来 一个翻起来 我个人认为 为什么这些旧案老案 全部都可以翻起来 我认为背后 贺国强在搞 贺国强 他把这整件事情 都是贺国强的 在指挥调查 所以现在薄熙来倒了 谷开来抓监狱里面 听说薄呱呱 也奉命要回国 现在等于全家满门操展 下一步更严重了 听说他背后 还有个周永康在那边撑到 现在温家宝跟这个胡锦涛 将来下一步要怎么对付周永康 我告诉你 大戏还没结束 好 我们看到这真的是 一幕一幕的戏在开演 昨天晚上十一点 那真的是到了一个高峰 两则消息 一则就说他犯了严重的问题 现在已经除去他中央委员的位置 接下来再一则消息 就竟然说 他的太太涉嫌杀人 哇 那真的是 天大地大的事情 但这件事情 真的只有昨天才开始吗 我们看到从温家宝 在两会的记者会 最后一个问题上面 他说了 我们走过弯路 有过教训 要认真吸取历史的经验教训 现任重庆市领导团队 必须反思 而这个反思就已经是一句 非常重的话 接下来我们看到了 薄熙来不见了 古开来不见了 接下来我们就看到了 所有的讯息 包括这个伍德 怎么样神秘的死亡 他的跟整个伯家的关系 也被揭露出来了 到了昨天 根本就直指 他的太太 就是涉嫌杀人 所以看得出来说 这一幕一幕的 可以说是不断地连环套 套的薄熙来 就算你开记者会 就算别人说你 往你身上泼脏水 但你怎么样 也跑不了了 好 那静平 刚刚讲的 要把一个人先斗垮之前 要先斗臭 那现在整个薄熙来 不太垮了 而且也臭了 除了薄熙来跟古开来 这一对夫妻 所牵涉的这个 海武德的离奇死亡案之外 在大陆网友 在网络上传闻 这薄熙来在主政 这个东北辽宁期间 还甚至害死了六个人 那这六个人 根据网友后来 这个在传播上 网络的一些消息 至少有四个人 是大概知道 所已知的对象 其中一个 就是刚刚马老师 有提到的这个 在1990年代 在其实东北大陆那一带 大连电视台的一个 知名的主播 也是主持人 叫张伟杰 他这个呢 他长得年轻貌美 他跟这个张伟杰 也游览传出婚外情之后 这个谷开来 促进大发 不但跟薄熙来冷战 而且多次施压 要求薄熙来说 要把他赶走 甚至呢 他动用薄熙来 他本身在大连 那个东北那一带的一些势力 动用国安部门也好 公安部门也好 逼这个张伟杰要离职 而且我们知道 其实谷开来 他是北大法律系毕业的 他的那个文笔也相当的好 那他不只就是 这样子用各种管道施压 要逼走这个张伟杰 然后甚至在媒体上 他用网红这样的一个笔名 去抹黑张伟杰 说张伟杰怎么样啊 然后想要夺人夫啊之类的 就是把他抹黑他 把他讲得很难听 那后来呢 甚至动用关系 把他关押在 大连的南山的 那个国兵的看守所里面 所以在那边 几乎那个张伟杰 那时候传出啊 一度要自杀 结束那个了结他的生命 就有点要想不开啦 那过去张伟杰 碰到这样的一个状况 后来呢 张伟杰突然人间蒸发 不见了 有一说是说 薄熙来的太太古开来 后来实在是受不了她了 因为他们还是藕断失联 所以设局买通了人 然后下手就是 杀了这个张伟杰 这是一个说法 另外一个说法 当然是薄熙来 派他的秘书吴文堪 拿了一千万元人民币 去让张伟杰 就是封口费 但是从此以后 张伟杰人间蒸发 不管怎么样 这个人仿佛从世界上消失了 那另外一个案子呢 就是大连市的 这个副市长的女儿 一个原姓副市长女儿 过去这个副市长的女儿 他曾经任职在 国营的春海热电公司 那古开来呢 是刚好是这个 春海热电公司的 一个法律顾问 很积极在筹备 这个国营的 春海热电公司的 一个那个股票上市 然后呢 后来传出这个 他这个原姓副市长的女儿 他其实在这个地方任职 他是位居高职 然后收入也不错 然后人也长得不错 结果呢 后来传出有一次呢 他就把他的那个主管给杀了 杀了之后那一天 杀了他主管那一天 然后他也跳楼自杀 可是呢 因为这个案子始终在 大连那一带没有破案 到现在真相未明 你说一个肉女子 可以把他的老板给杀了 对 那有他杀了他老板的原因吗 没有 没有 所以莫名其妙的杀他老板 莫名其妙的跳楼 是这样的吗 对 然后就这样子 到现在至今真相未明 然后大连官方也不肯说明 为什么这个案子的进度 然后为什么没有破案 然后只知道说 原来股开来是那个 公司的法律顾问 然后热心的协助 他们那个股票上市 而且跟他们有一些财务的问题 然后就传出来这样的一个说法 然后所以说变成 薄熙来跟股开来之间 是不是也跟这个大连市 原姓副市长的女儿 醉楼案有关 那还有一个离奇的案件 也是牵涉到两个当事人 那其中呢 这个李延峰 他是中共国家安全部的 人事师长的一个特助 那另外一个这个 他的先生叫韩小光 韩小光是谁呢 是大连嘉信国际酒店的一个老板 他是薄熙来 一直在大连主政期间 恨之入骨的一个政敌 那过去呢 在2001年的时候 薄熙来从北京 把这个韩小光 因为一些案子 一个罪名 压在他身上 他就把他从北京压到大连 然后压在大连的 开发去的一个看守所 暂时关押在那边 突然在2002年5月7号的时候 这个他的老婆李延峰 因为他有一些国安部的 中共高层的一些背景 听说带了一封 高层的一些求救 是一个书信 要飞到大连去 5月7号 他那一天坐上这班班机 从北京飞往大连 可是却在5月7号那一天 发生了空难 然后造成了机上 112个人 109名乘客 三个机主员 包括这个李延峰在内 都不幸罹难 往生了 那最机的空难 最后那个黑盒子 都没有公布 也没有调查出来 大家也没 大连官方也没有告诉大家说 这起空难到底发生的 真正的原因是什么 只知道后来李延峰在飞机上 然后也牵涉了这个韩小光 所以从刚刚讲的 这个六个人里面 当中有四个人 都牵涉到薄熙来 跟谷开来夫妇当中 好像是害死了这几个人 当然这些案子 薄熙来的过去标榜的 左臂右榜 他的左右手 王立军会不知道吗 王立军跟着他到 四川重庆之后 他其实就像我们所熟知的 王立军事件爆发之前 1月28号的时候 他就告诉薄熙来 他掌握了一些案子 好像牵涉他的太太 就是谷开来 然后这个案子好像 不能有所掩护就对了 结果变成 导致王立军出逃的 一个事件的影响 据说王立军 这个人 你看他是公安局长出身的 他就是擅长情报 搞情报工作 他能够这样子 违法去刑求人家 他也能够调查 他周遭在内 包括他的老板 组织了任何的一些黑资料 据说王立军有人形容 他就像一个超级间谍卫星 手上的资料 足以让人避命 然后据说王立军掌握了资料 包括薄熙来跟周永康 另外一个中共政治局的常委 想要联手 把这个习近平 甚至温家宝给倒台 然后联手掌握这个资料之后 王立军他也不是笨蛋 他把这个资料 copy成八份 据说他出逃到 这个成都总领事馆的时候 他就把一份 其中一份资料 交给了这个美国总领事馆 美方人员 所以最后来在习近平访美的时候 美国也经过这样的一个证实 也私下让这个习近平知道 那个薄熙来跟周永康 联手想要搞掉胡锦涛 包括温家宝 甚至下一代有可能的接班人 这个习近平 这个资料 掌握在王立军手上 变成一个保密服 那变成好像是 伯州联手要搞这个政变图谋 因为薄熙来据说 他在重庆还私下建立了一个 个人的私人的武装势力 而且他还买通了海外 还有像是大陆国内一些媒体跟携手 来帮他塑造他一个身亡 跟民意的这个那个称威 结果呢 现在他又图谋跟这个周永康 联手来搞掉这个习近平 所以现在这个王立军 随着他有这些神秘的一些黑资料 包括据说他掌握到薄熙来 跟这些所谓淫乱的一些录像 就是录影带 或者是DVD光碟之类的资料 薄熙来跟这些女子 都有这些淫乱的影像 也交给了美方 还有甚至交给了中共的官方 所以这些资料都让中共 不得不下定决心 痛下杀手 铲除了薄熙来 好 不过这个哲星 我在看整条新闻的时候呢 我越看越迷 我有觉得很多的疑点 如果说今天薄熙来在大连的时代 他就已经如此的荒淫 如此的乱来 如此的贪腐 那王立军早就知道了 那如果你已经这么淫乱 这么贪腐 这么混蛋 那你到了重庆之后 他的所作所为 不过就是大连的翻版吗 扩大吗 那你有什么好紧张说 对于薄熙来 在重庆所作所为 有那么紧张 有那么不安 有那么焦虑呢 是因此 到底中国中央下了什么棋 到底中国中央 到底让王立军 怎么样的不安 怎么样的黄口 让他不得不拿着资料 要赶快的保密 到底什么资料 才是真的造成王立军跟薄熙来 真正决裂的原因 我觉得到现在还没有说真话 但有一个浮出来的可能是真的 那个就是古开来 因为古开来所作所为 可能是太过分了 太嚣张了 嚣张到你想只包得住我 或许包得住 但是你包不住了 对 我们可以看到现在在亚洲的华尔街日报里面 四月九号跟十一号 他特别用两篇专栏 然后来讨论就是中国的贾桂林 也就是古开来 他从他怎么样崛起 然后他跟薄熙来他们之间 夫妻两个人如何纵横大连 然后一路到重庆 这边的故事 那我简单的跟大家报告 其实这里面 他强调几个东西 第一个古开来是一个聪明人 他是一个绝顶聪明的人 但是他在专栏里面 很明显他强调是聪明反背聪明 为什么呢 他讲到这里 他讲说第一个古开来 他拥有他不只是中国大陆的 他不只是中国大陆的国民 他还是他拥有新加坡的绿卡 那么还有那个香港的身份证 我先讲一下 新加坡如果要接受移民的话 很简单要投资 要非常多的钱 所以他是 他拥有新加坡的身份 这一点就非常的特殊 那么他在里面引述了 十五年前 第一眼见到古开来的一个律师 来自美国律师 他名字叫伯纳 那伯纳说 他第一眼见到他的时候 就知道说 这个古开来是一个不简单的人 为什么呢 因为他强调是说 他可以把一些很奇怪 诡异的案子 都可以给他胜诉 明明证据完全都不利 但是呢 古开来就是有办法来开拓 那他在海外 他还有很多投资公司 他的投资公司 基本上以中国 新加坡香港 这三个地方为基地 那么他遍及亚洲 美洲跟欧洲 那尤其是美国跟英国 是他两个最大的 最大的一个服务的网络 那么他做的是什么呢 很简单 就是外国人 外国公司要到中国大陆去投资 设厂必须要经过股开来的商务 的咨询 那你知道这个五百大里面有多少企业 是有经过股开来的 你可以从这个地方就可以知道 他跟这个海外的这些企业关系肥浅 所以呢他资金流动 就是中国大陆官方 现在要密切调查的 那另外呢 他们讲到就是说 其实啊 说当时呢 他们 有个叫胜诉在美国 那胜诉在美国呢 其实是1990年代的一个案子 那这个案子呢 是中国的一个 中资的一个企业 然后呢 跟外国的打官司 就打官司呢 他赢了之后 股开来赢了之后呢 那个当时时任 那个大连市长的薄熙来 特别聘请了 他就是 他邀请了各国的记者 尤其是美国的 那么到大连去度假 就金摊度假村 前面度假 度假完之后呢 而且他还跟他们讲 就是说以后啊 这个我股开来 股开来还是薄熙来 绝对不是今天这样的身份而已 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 在改革才刚开放而已 二十年前 十五年前 就让他们印象深刻 所以说今天 他们想说 看到薄熙来 这样打下去 你知道现在 今天CNN 也用一个亚洲的特板 来介绍 这个股开来 他强调就是说 他其实他背后 不只是政治势力 他包括了中国大陆 他们私底下的一些 商业整合的力量 跟原来这些 政党里面的改革派 在有冲突 所以我觉得 他不是只是一个 贪腐案而已 他背后牵扯更多的 重大利益纠纷 好 那不 杨昭 现在慢慢掀出来了 他现在这些 贪腐的状况 真的在大连 这么样的夸张吗 甚至他说 我要让一个女人 一夜消失 他就真的 一戏就消失了 没错 因为古开来 基本上来讲 是掌握 整个薄熙来 他的所有的生活 甚至于 人家可以讲说 薄熙来的后面 主导人就是他 古开来 而且古开来 他是中国第一批的律师 所以他当时 在大连有开设这个 所谓的律师事务所 他是第一批的律师 对 他是中国第一批律师 那么薄熙来 曾经当了我们所有面 曾经讲过说 这个古开来 因为他当了大连市长 当了这个所谓的 这个辽宁省长之后 把他的律师事务所关掉 事实不然 事实上 他虽然没有在第一线 但是他还是找了很多律师 帮他把这个律师事务所撑开 而且据我们了解 当时在辽宁 我们在辽宁采访的时候 当地人就跟我们讲 在辽宁最火的叶总会 他的干股就是 就是古开来 是哦 对 插干股就是古开来 古开来是一个 很会赚钱的女人 那么据他们统计 在这个 93年到04年这段时间 也就是薄熙来 在大连到这个辽宁 当省长这段时间 至少在当地 有200家的企业 跟这个古开来 他们这个律师事务所 有做过生意 所以他们算过 大概有超过 上亿元的人民币的资产 应该是在薄熙来 他们的口袋里面 是哦 那西平 真的 不管古今中外 真神户的老婆 爱钱贪钱 那就是一个 大灾难的开始 好 我们看到现在 他薄熙来到哪里 到了重庆 本来以为说 那里可以东山再起 可是没有想到 他却栽在这边 对 我是四川人 四川民风 彪汉 你知道吗 天下响马出四川 你就知道了 好 你看看 我们看历史上 汉朝刘邦出身草莽 他从哪里出山的 四川 关中 关中 好 刘备立足哪里 立足四川 唐玄宗李隆基 因为宠杨贵妃 搞了一个安死之乱 安死之乱一发生的时候 他第一赶往哪里逃 四川逃 好 张献宗 天生万物以养人 人物一物以暴天 沙沙沙沙沙沙 七沙杯 哇 杀气十足 张献宗 四出四川 好 这个是辛亥革命之前 打起辛亥革命 就是闹出了保禄运动 保禄运动 天翻地五 才有辛亥革命的第一枪 保禄运动在哪里 发生的 就是四川 四川闹了一个 大的保禄运动 当年蒋介石两大危机 第一大危机 抗日战争 抗日战争他到哪里去 重庆 重庆 好 抗日战争回来之后 第二个 国共战争 国共战争打到最后 他到哪里去 重庆 所以大家不是出四川 就是躲四川 由于重庆 这里 民风强悍 所以今天 其实我有 这次我有跟大陆 特别打电话 高层 他们说 这次有几个转折 第一个 薄熙来本来调中央 中央政治局委员 商业部部长 这种干完之后 下一步本来是什么 国务院副院长 副总理 一定是国务院副总理 他为什么没去成 为什么没去成 无疑 他得罪无疑了 无疑说 绝对不能让薄熙来来 我裸退 但是我的位置 不能交给薄熙来 无疑坚决反对 所以第一个转折 就是如果他到副总理 今天就没这种事 他弄到重庆当市委书记 这是第一个转折 第二个就是他打黑 他打黑 因为打黑 你知道我们刚刚看那个 简单说 薄熙来去掉 中央政治局委员 中央委员职务 注意这几个字 交由中央 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 对其立案调查 立案调查 我跟你讲 薄熙来一辈子 不要翻身了 在中共只要立案 你就会不是软禁 你会终身监禁 那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 中纪委贺国强 在薄熙来之前 汪洋之前就担任 重庆市委书记 你在那边扫黑 扫了全部是贺国强的人马 你就认为我贺国强 就是黑的 所以今天你落了中央纪律 检查委员会里面 不能翻身了 所以一个武艺 一个贺国强 就把它打了 不能翻身 好 今天在这个关键时刻 又发生了一个关键事情 你知道发生什么关键事情吗 不可思议 所有人到网路去 看这个保洁 听说万圣出大事了 万圣暴动 万圣在哪里 万圣在重庆的旁边 注意听到 在重庆的旁边 所以我们刚刚讲 四川的民风是彪悍的 万圣暴动 万圣暴动的首页 万圣暴动的那个铁 全部万圣暴动 然后网路上流传这个 明天4月11号 早上7点钟 准时到万圣高中公路 即可要大暴动 我跟你讲 这次万圣暴动 非常非常严重 你在大陆上 没见过的 万圣在这里 好 你看看 今天 你看这么多人集会 这么多人集会 你在大陆是没见过的 你会相信是大陆吗 龟甲镇防守 镇暴警 他这样出动 警车被推翻成这样子 武警 整个 你看这武警的军车 这样整个暗夜 大出动 这像 像你相信 在大陆有这种场景吗 整个 你看流血躺在地上 整个被抓 被打 这种场景 你觉得绝对不可能 在大陆发生的 万圣大暴动 你上网去查 整个万圣大暴动 为什么 在薄熙来事件 发生的时候 就在四川 发生了万圣大暴动 所以中共现在 大陆上 到底情势怎么样 到底情势多紧张 这个万圣大暴动 跟周永康 有没有关系 整个大陆线 都在谈这件事情 好 那景品 刚刚谈到了 薄熙来除了贪腐 还负责的刑案 还有甚至 他设行了叛国 因为 他被认为 私自调动了军方 甚至他都才私藏了 很多的武器 一般讲到薄熙来 会认为 他的后面的靠山 还有那个周永康 原来薄熙来 真的跟中共军方 关系密切 然后呢 最近薄熙来 就是才传出来 他出事之后 原来他曾经 在之前 利用他的那个 左右手 他的那个 王立军 左臂右膀 这样一个角色 在重庆主政期间 秘密 跟重庆的兵工厂 定制了 五十万发子弹 还有五千支步枪 他要这么多步枪干什么 对啊 他这不是要企图 建立私人的武装 你是想要变成 重庆王 真的名符其实的 重庆的一个军阀吗 然后因为从 那个薄熙来 在重庆的时候 一直认为 他有可能接掌 那个这个周永康的班 变成接掌 政法委书记 然后掌握大批 公安武警 而且据说 薄熙来不止一次 曾经跟那个 重庆市长 黄奇班讲过 他手上至少握有 两个集团军的势力 支持他 如果一旦 比如说习近平接班 或者是薄熙来 他薄熙来有事情的话 这两个集团军 一定可以挥师进进来保他 所以当时 就传出来这样的消息 在薄熙来出事之后 中央也派了这个 指挥调查机构 南下到了重庆 甚至在成都军分区那边 配合调查 那五千把步枪 跟这个五十万发子弹的流向 到底流到哪里 除了这个之外 我们最近还看到 我们不是看到那时候 薄熙来被罢处了 那一次温家宝开的第一枪吗 后来大家前两天才发现说 温家宝的这个侍卫长 也就是说前中央警卫局办公厅的 警卫局副局长李论田 被换人了 原来他跟李论田这个人 跟这个薄熙来私通 而且他跟薄熙来很熟 原来是薄熙来安插的卧底内鬼 开玩笑 这是温家宝的侍卫长 除了这个之外 第三个一个现象 就是最近保定军校最有名的 那个保定日报 也是仅次于解放军报 一个很权威的军方活舌消息 他公布了一个消息说 这个束手北京 保卫北京的一个王师 这个解放军的 第三十八集团军的军长 王熙星 他调到了这个 比较没有实权的 这个国防大学的 这个副校长 民生暗将 因为三十八集团军的军长 才有实权 换谁来接 换成这个许林品来接 大家就搞不懂 为什么会换这个来接呢 原来 据说在三月十九号 我们之前节目有讲过 我现在被罢处的时候 在那个北京街头 不是传出枪响吗 传出来说 周永康想要利用他的公安 跟武警的体系 在里面好像对 胡锦涛跟温家宝 做一个反控 结果没有想到被压制住 就是这一招 紧急换了这个束手 北京军师王师的这个 三十八集团军的军长 许林平接手 王熙星之后 掌握了兵权 据说那天三月十九号晚上 许林平连夜带着三十八集团军 进军秦王 保护着这个 胡锦涛跟温家宝 所以这样的一个举动 让胡锦涛深刻的感觉到 薄熙来后面有中共解放军 这样一些太子党 还有他的一些 江泽民过去的势力在里面 那胡锦涛更加想到说 那接下来胡锦涛要把这个 在十八大之后的位置 国家主席交给了这个习近平的话 那军委主席怎么办 有可能他就仿造 过去江泽民的时代的一个做法 江泽民当时 他在交线了国家主席 给那个胡锦涛的时候 他军委副主席 还是让胡锦涛当 自己还是抓着 军委主席的那个位置 美其名是说扶上马送一程 但是讲白了就是 他说你做你的国家主席 我抓住我的枪杆子 那现在胡锦涛他担心说 包括薄熙来在内 江泽民埋了多少 在中共解放军里面 他当然要抓住军权 所以有可能在十八大接班之后 胡锦涛继续稳坐军委主席 两年的这个 至少两年任期以上 然后抓住这个枪杆子 保护他们自己 好我们知道 当中国的领导人 你要抓到三个位置 这个位置才算稳固 一个是国家主席 一个是总书记 另外一个就是军委会主席 现在最能够在十八大 国家主席一定要交出去 总书记大概也留不住 但军委会主席 到底在谁手上 那个也是代表 最未来的一个实权人物 好那杨钊 我看到了薄熙来 真的有这么坏吗 又贪腐又杀人 然后还搞一些 私生活的问题 甚至还有军队上 叛变的问题 其实薄熙来 我之前有跟他接触过 而且非常近距离接触过 在2010年的时候 那是两会的时候 当时我要提问 不过他的新闻官 也就是这个重庆的 这个新闻官跟我讲了 他就说 能不能提稍微麻辣一点 叫你说麻辣一点 对 我跟他讲说 我想提一个有关于 就是说你唱红打黑 你怎么样去看吧 他说这个不够麻辣 再麻辣一点 我说那什么样叫麻辣 他说比方说 他最近的这个施政 跟北京的关系 那我说 等一下我要确认 他主动找你 主动找 然后我跟他讲 我说那如果这样 我来提问就是唱红打黑 是不是意味着薄熙来想要进军 十八大九大常委里头 他说这个还不够 再强一点 我说如果这样的话 对 我说如果是这样不够的话 我最后再问 那你担不担心 这样子是所谓的这个 你会有一 你会有这种所谓的 叫 功高震主 对 功高震主 结果他一听 对 就这个 这个最麻辣 就讲这个 所以当时在场的时候 后来他先点了这个 大陆的内地的媒体 完了之后香港媒体 接下来他就东张西望找我 我就举个手 好好台湾东森电视台 我就举手 就直接问了这个问题 所有的现场记者 全部安静无声 鸦雀无声在看着我 因为他讲说完了 怎么会有一个记者 敢问这样的一个问题 当时薄熙来的那个状况 我非常记得非常清楚 他就是看着我 然后一直指着 我说你 你就讲不出话来 但是忽然间他又停顿了一下 他就说 其实我们现在在这个地方 是来讲重庆的政绩 是来为老百姓谋福利 不要去讲一些 他的私人的这些 这些官 大家要知道 这点我就听不懂了 是他的新闻官 主动找上你 对 他的新闻官主动问你说 你讲的不够麻辣 是要你不断地麻辣 而且你的问题是已经 双方已经有一点互动了 他也了解你 到底会问什么东西 怎么可能说 你到了薄熙来那边 他会不知道呢 薄熙来一定知道 他的新闻官做了什么事 对 他一定知道你要问什么 那等一等这个问题 为什么不回答 然后顾左右而言他呢 这就是我们在现场 发现非常可怕的一个问题 就是说其实明明是 安排好的一个提问 可是问完之后 为什么薄熙来的回答 甚至薄熙来的反应 是这个样子 对 所以当时我们全部人都知道 其实薄熙来 这个善于这个攻心 善于心计 他是利用这个 大陆媒体不敢问的问题 对 由港台媒体来发难 问了之后呢 他来表态 表态给中央 表态给所有外国媒体 一定说 我要表态说 你问我要不要十八大 那是我心里想的 可是我要用一个话题 表达我跟十八大的连结 可是我要做一个姿态说 我没有看十八大 我在乎的是我的政绩 我的人民 他是故作姿态一番 对 没错 所以后来 这个完了之后啊 我就开玩笑 要跟旁边记者讲说 明天如果我没有上会的话 就没有再出现在两会的时候 各位一定要来找我 我可能已经不见了 消失了 所以可以看出来说 薄熙来 他想的 他讲的 他表现的 他的内在 似乎都完全不一样 我们修一下火了 我们又有一位选手 要在大联盟发光发热 那是巴尔蒂摩的 精英队的陈伟英 我们看到今天呢 他等于说作为先发 虽然第一局的时候 有一点点小小的部分 但二到四局 竟然可以让对方 三上三下 而今天 他丢出了六次的三胜 只是到第六局 不小心被对方连得了三分 与渗透无关 我们看这报道 陈伟英的大联盟 初女秀备受瞩目 而他对第一个打者 就被敲出拳雷打 和前一天 打比修有的初女秀一样 球迷有点胆战心惊 索性精英队友很争气 一局下 马上追回两分 让英仔回过神 接下来第二到第四局 都是精彩的三上三下 可惜六局上乱流出现 杨基伦猛轰 再加上三雷手出现失误 单局共丢掉三分 比数被追成四比四平手 陈伟英在略显疲态后 被教练换下 和胜头无援 这场大联盟处女秀 他投了五右三分之二局 被敲出七支安打 丢掉四分 有两分是自责分 不过送出亮眼的六次三振 只有一次保送 球数超过了百球 诉求曾经标达148公里 好 在这一段有两位来宾加入参与我们的讨论 第一个是资深的棒球记者陈凯 陈凯你好 保贼好 各位来宾大家好 好 第二位是资深的棒球球评许慧志 保贼好 好 那这个细品 我们看虽然今天他无关胜负 陈伟英无关胜负 可是很不容易 他下场以后 全场的观众 给他热烈的掌声 那代表什么 那代表说 大家巴尔蒂摩的这个精队的这些球迷们 非常肯定他今天的表现 不但热烈的掌声 是起立给他热烈的掌声 好 今天我看球 给陈伟英一个大大的站子 为什么给他大站子 保贼 你知道 来 你看 你看这画面 你看这画面 这是他最后下来的时候 下来的时候 然后所有的球迷起立给他热烈的掌声 好 今天陈伟英一开赛的时候 做了一个动作 就是他站在那边 面对中外野 沉淀情绪 可以想象什么 这张照片看出来什么 心里面压力很大 很紧张 当然第一件事情 出大联盟出登板 第一次在美国闯天下 紧不紧张 紧张 第二个 居然教练第一场给你比赛 是美国职棒第一豪门 钻石打线 洋鸡队 你第一场就遇到洋鸡队 你一定紧张 所以面对中外野 沉淀情绪 好 沉淀情绪之后 回来 压力无比 结果对第一棒 基特 洋鸡队队队长 就被打个全雷打 然后后来又被打个二雷安打 我告诉你 当时美国球迷就说 一般的投手会顶不住这个压力 会崩溃掉 没想到 这就看到 陈伟基那种 陈伟基那种心理素质 他居然在一级被打个全雷打 被打个二雷安打之后 马上居然稳下来了 连续创造了12个出局数 12个出局数 其中有6个三振 你就可以看到 他那种心理素质见解 我告诉你 如果是我的话 已经投了 手都发抖了 怎么杨基 第一把他被人家丢出全雷打 第一把他打全雷打 因为打个二雷安打 怎么杨基这么厉害 这么凶悍 我告诉你 怎么投都不知道怎么投下去了 结果他居然可以 为什么大家给他呼唤 就是因为他后来居然稳下来 把大军也稳下来 很多人的总教练 你为什么第一场要派陈伟一 对杨基 你不知道总练怎么说 让台湾多卖几分暴击 他知道台湾人喜欢看 陈伟一对杨基队 那么基本上 陈伟一不但稳下来了 而且他交出了一份 非常非常不错的成绩单 当然我必须要承认 就是他今天运气也不好 今天台湾曹锦辉 第一次出登板的时候 是以7比3击败亮九人 拿下胜利的 好 王健民出登板 虽然没有拿下胜头 但是至少杨基队是以4比3击败难了 所以他无关胜负 但是杨基是赢的 郭源自2006年9月9号 出登板的时候 盗集队是5比0 大胜大都会 郭宏志出登板 拿下胜头 陈伟一出登板 我觉得投得很好 但是呢 在延长赛 精英队败给杨基 虽然无关胜负 但至少结果不好 在主场精英败给杨基 其实陈伟一那场是可以拿胜头的 为什么 第六局 那个马丁的强劲的三壘强袭球 如果三壘手接下来的话 那么那一局结束的话 陈伟一就会以胜头的姿态下场的 好 那这个为止 我们看到了这个陈伟一的 第一场的大联盟的处女秀 你看他整个表现如何呢 而且对台湾的选 对台湾来的 像我们这种外行的人 上了大联盟我们就会认真 虽然他在日本的职场待很久了 他的球风跟球威如何呢 他今天的三阵有6K 那么一次四外脚保重 一次出身球打到A车 这个K90 每一九局的K90接近10 换言之他这个就属于三阵型的投手 那么我们今天来看他101颗球里面 他的球种是什么 他会大概四五种球路 大概四封线的Tickealo 二封线滑球 包括这个变数球 那么我们要跟大家听说报告一下 在美国大联盟吃饭的交火 记住 他是左投手 对 理论上对方一定派右打者最多 所以像Tickealo 跟这个Swee Joe 就是左右开工的 就用右打 你遇到右打的时候 左投手的拿手武器 是变数球就要拿出来了 那另外对左打者来讲 就是要用一颗滑球或是曲球 今天第一局三阵的Granderson的时候 就是大幅度曲球三阵的 那么今天101颗球里面 61颗球是他的四逢线数球 来到均速大概是90米左右 大概148或149公里 另外有十七颗的变数球 其中我们也合理华语 有一两颗是快速止插球 这是他日子里面有练的 因为快速止插球 有点像变相的那个变数球 另外呢 有十八颗的这个叫做滑球 其中有一颗 两颗我们那是切球 因为那个幅度比较小 另外有五颗曲球 就是三阵Granderson那个球路 加起来101颗 那么陈伟英在这次登板里面 我们觉得说 刚刚那个西平大哥讲的道理 第一局 他这个被Gitler击入球内打 Gitler是不常打球内打的人 那表示说那个八十八麦的球路 只要一高都出去了 那么被第二棒的这个水球 击出一只二连安打 代表什么 的确那个肾上限速很high 所以球路扑扑了 要管管 那他在日子的这个 不过我一直我们看到的 是 他自己在后来接受办公室 他说这是他的第一场 大联盟 所以他自己告诉我 我说不要紧张 他说一上去一通 还是蛮头发昏了 然后呢身体也不能控制 当然 他说我一直想要把那个球给压低 是 但是就压不出去 所以第一局才被人家这样打出去 但是我们第二局 第三局 第四局 你就看到接连着让对方三上三下 他的球路到底有多有威力呢 我们休息一下回来 好 维席你刚刚听到 我们自己听到很兴奋 他是一个三阵型的球员 是 台湾所有的共同之以外 我们看到又来一个非常强力 有power的这个投手 好 我们看到今天 刚刚讲的第一场 有一点 跟你说痛到台风 第二场 第三场 哇 你看把第二局 第三局 第四局 整个人就伪下来了 这个季度节奏 这个方才你提到说第一局 昨天打比修游 也一样头五又三分 第二局啊 他遇到的 他的自己的球队 这个游击兵队 是全美国职棒大理 我认为是打击群 最可怕的 远胜羊鸡 所以你看他昨天第一局 失四分 而且失了五分 被打巴子安打 还拿到胜头 那我觉得说 在第一场比赛 连打比修有这么如日中天的 王牌投手 日本籍的都会遇到这种状况 何况是陈伟英 当然他日子的一个 这个训练来讲 蛮扎实的 那另外我觉得 今天还有个小缺点 陈伟英要特别 就是他的节奏要拉快 因为他对于投一修 是这个节奏 就像那个修华特 总监来讲的 还不是很习惯 所以特别排到今天 对杨基一则洗 一则悠 洗的话 如果说能够克服这一关 其实我们达到 达到一个好了 好的结果了 那另外这个修华特 对杨基也非常熟悉 那我们对陈伟英来讲 第一个 拿出你的诉求 就是说勇于对决 再来就是节奏加快 我认为他会进入 那个叫做轮值表里面 没问题的 那我觉得说在日后 以后我们就可以固定 看到他就是 我们不要看精英队的战机 那不重要 要看内容 我相信今天他胜头与否 我认为大家只是说锦上添花 如果说 以今天这个优质内容 我们觉得说是可以的 所以说那个修华特总监 一定会列入他原来的 这个轮值内容 那诚感 刚刚才谈就是 你如果是日本学生 我们看到很多日本的 比如说非常有名的 像松满大夫 这些一线的 到了美国大联盟 几乎都不适应 那为什么 我们看到陈伟英 他有做调整吗 他有办法顺利从一个 日本的等于说 风格的这种球队 顺利地转到了 美国大联盟吗 是啊 这个其实在日本投手 从野貌英雄 15年前来到 打联盟的时候 大家就说 原来日本的投手 也可以在美国投得很好 那是大联盟第一次 认识到日本投手的威力 那么这几年 当然从松满大夫 到今年的打笔修有 其实 在这几年 其实美国人就在谈 就是松满那个时候的入扎金 5100多万美金 那十几亿 几十亿的资金 砸在一个松满身上 那他说 他那个时候 他是经典赛的冠军的投手 可是呢 这几年下来 松满在第一年 大联盟加盟的第一年 跟第二年 表现非常好 18胜15胜 而且红外也拿到世界冠军 但到第三年之后呢 他就开始受伤了 受伤了 有很多种说法 有的人说 他可能是不太适应 美国的练球的方式 他在继外练习的方式 跟教练团 希望他的方式 不太一样 有人说 他是饮食的问题 最后就受伤了 那有很多问题 可能我们并不是那么了解 但是其实就知道说 日本的对训练投手的养成 跟祭前的练球方式 其实跟美国有很大的不同 所以松满 其实他过去 大家看到说 他在西武的时代 跟在这个 在到了红袜之后 所以看起来 防御率差很多 在西武的时候 7年防御率2.95 那到了红袜 然后变成4.18 其实主要这个东西 后面在两年拖下 这两年 这个病痛拖到他身上 拖得主要多 比较多一点 那么日本投手 到了美国去 大家觉得最大的一个不同点 就是在日本 通常一个礼拜先发一场 大概是休息五天或六天 可能中六日 但到美国 因为赛程不一样 日本打144场一个球机 那美国打162场 那么在不同的休息天数 那所以日本投手 通常是休得久 但是投得多 到了美国去 他必须要适应 休得比较短 投的球数也要比较少 他在美国 可能没有办法 像在日本一样 可以投到八局九局 然后等打线来拯救他 把圣投救回来 比较没有这个机会 那所以看起来说 打比就当然第一场比赛 他的适应并不理想 主要是他的变化球 投得 那陈伟英呢 但陈伟英这场比赛 很明显的 他的变化球 投得进好球带 第一个是他的 他赖以为生的滑球 压在好球带 左右内外脚的膝盖附近 进了一点非常漂亮 我们看到陈伟英 今天出登板 第一次上了美国大联盟 可妙的是 这个美国的精英队 这个巴尔迪摩精英队 这个教练到底想什么 怎么会让一个 刚刚上场的人 去面对有一个黄金打线的 这个洋鸡队呢 我们秀一下回来 好 回事我们刚刚已经谈了 今天呢 虽然他这个投资 无关胜负 可是这个投球内容 其实非常的漂亮 该进球的点 该有的球速 该有的球威 该有的三次 他全部都拿到手了 可是他没有投资钱 没有人知道啊 他的教练怎么敢在今天 让他直接去碰洋鸡队呢 我们可以了解 第一个就是说 这个精英队本来 跟洋鸡队就八七八八 这么从2009年到现在来讲 打了55场 输了40场 是哦 在自己的主场 还输了一套糊涂 其实洋鸡 这个纽约跟老爸地门 也不远 那么看到这个秀华特 这个总教练 其实也是传奇人路 他1992年到1995年 就是洋鸡的总教练 他本身就是洋鸡体系 从小联盟上来的 洋鸡队的这个总教练 以前是洋鸡的总教练 他还是响伟舌队的 创队总教练 不过他有点运气不好 他1995离开 洋鸡1996拿世界冠军 他2000年离开 2001年 响伟舌拿世界冠军 那这个 对他对陈伟瑜非常保护 就是说他春迅 在投二十局 无偿比赛里面 三点六次责分率 他说可以了 但是呢 到底是第二号 或是第四号 那认为陈伟瑜 刚刚这个陈凯讲的 因为他从日本刚过来 让他多刮摸几场 那干脆没了 惨惨对洋鸡队 如果投得好 能够抗压 那表示说 这一关过了 心理素质也可以 我们今天看到好结果 是这样子 那另外 让陈伟瑜来对付洋鸡队 有个好处 起码在美国联盟东区里面 对洋鸡队 没有找到一个拿手的投手 搞不好陈伟瑜 就可以压制洋鸡队 这个是休华特在盘算的一个 大概是这样算法 那我们讲实际上话 休华特从今天 这个知己动作 对陈伟瑜来讲 你看多讲非常正面的话 只是陈伟瑜那个脸色 表情有点说 这个投五六三分之二局 投的又被打得 这个而且胜头 好像飞了感觉 所以休华特从赛后记者会 非常的称赞陈伟瑜 他认为说从春讯开始 状况一路都一直压得非常好 所以说我认为说 日后在比赛当中 休华特应该有可能在今天 今年我们也期待了 搞不好经营队也因为休华特 也因为陈伟瑜 搞不好可以旋律发生的规定 是那陈翰 我们看到了 美国的这个教练 好像蛮喜欢用台湾的球员 就是台湾的球员 可以帮他们创造战绩 也可以帮他们创造票房 对 其实陈伟瑜 是精英队史第一位台湾球员 其实台湾球员上大联盟 也没有几个人 但是精英过去 在台湾来说 几乎是没有耕耘 我们知道像水手队 签了很多台湾球员 那不过杨基队也签了王健民 可是精英队过去 不要说是在台湾签球员 连在台湾连球探都没有 我们基本上 他精英过去跟这个大联盟 属于是跟台湾是非常隔阂的 但是在去年 他们决定下这个赌 他们换了新的这个 这个总管 都可以来说 我们来试试看亚洲球员 他第一个 他签了日本的何天忆 签了何天忆 当然何天忆现在受伤了 再第二个 他就签了这个陈伟英 他签了两个来自亚洲 日本职方的投手 那么这就是看到精英队 可能在这个球队经营部分 其实有一点点转变 他希望去拓展一些亚洲方面的市场 不管怎么 今天真的是一个好的开始 我们看到今天 他的整个投球的内容 让教练团非常满意 而且离场的时候 看到了全场的观众 站起来欢呼 我们也真希望 我们台湾的子弟 继续在美国大联盟发光发热 我们休息一下 回来欢迎您去收看 关键时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